大家好,欢迎收看一秒说电影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男子意外神仙操作 大领家人在地下生活35年 最后派儿子出动找媳妇的电影 超时空宠爱 冷战时期,科学家老王预感核战即将爆发 再加上新闻媒体的山峰点火 让他对自己的预测颇有成就感 于是他立马领着怀有身孕的媳妇 躲到家中自建的防空洞避难 不料刚下去没多久 果然喉咙一声巨响 搞得避难所一阵地动山摇 吓得老王赶紧给大门上了一道 长达35年之久才会自动开启的安全锁 并一本正经表示 35年后大气中的核辐射就能消退 所以他们可以先在防空洞安家落户 反正他提早抽建了存获齐全的应急超市 足够一家人撑个35年 而且东内还有完备的生活娱乐设施 想要种植养鱼都是小菜一点 老王子得其乐 还和媳妇迎来了儿子亚当 但外界实际情况却是一架飞机失事 正好砸爆老王家的房子 世界依旧处在和平中 可怜老王一家已经过上与世隔绝的日子 错过社会大发展的变革期 也不知道自家房子已改建为潮流酒吧 不过他们在防空洞也能活得有滋有味 尤其亚当深受老王夫妇影响 便为一个心中有爱通情达理的暖男 老王还亲自教导亚当学习多国语言及格斗技能 并把一些具有很大增值空间的棒球卡和股票转赠给亚当 希望他将来做个能文能武的有钱人 专言35年过去 防空洞外的酒吧早已倒闭 后来换了老板 也因经营不善沦为烂摊子 店老板精神恍惚 整天在一堆废墟中借酒消愁 至于防空洞安全所 终于在一个夜晚自行松动 吵醒了老王一家人 他们怀着激动心情打开大门 最终由老王全副武装出动探敌 当他随手降机抵达洞外时 吓坏了正郁闷的店老板 而让老王惊讶的是 战后重建工作竟如此之快 除了自家乱七八糟 其他地方不仅没有防塌地线 还有了巨大变化 就是遇上的人 要么喜欢吃垃圾 要么不男不女 还有的竟敢公然随地呕吐 老王认为 这些人肯定是被核辐射 还有的基因突变了 他越想越怕 回到防空洞告诉家人 外面有很多变异怪 必须得想办法搞得补给 继续躲难才最保险 但他却因一时激动 突发心脏病 需要休息 亚当便自告奋勇 单期采购任务 临走前 顺便带上了棒球卡和股票 还答应老妈 一定会找个温柔贤惠 没被核辐射感染的女人做老婆 不料一出动 就享受到店老板的祷告待遇 显然这家伙 开始把他们父子俩误认为上帝 亚当有生以来 第一次亲眼见到天空 因此一脸大惊小怪 吸引了一帮伟观群众跟风看天 群众还把坐公交 不懂下车规矩的亚当 看作乡下来的大傻貌 亚当毅然微笑是人 好不容易找到心目中的杂货铺 却发现母亲给自己的旧版钞票 已经贬值 根本买不了几样东西 于是亚当打算 卖掉棒球卡 换点新版钞票 但他不知道 自己的棒球卡 一张就值四五千美元 傻了吧唧的 差点被黑心老板占了便宜 好在店员夏娃 出于同情 当场揭发老板 他也因此丢了工作 亚当过意不却 大方送夏娃一张棒球卡 让他帮自己找个酒店落脚 夏娃看在钱的面子上 当了一回专职司机 但他是个实在人 做不了坑猫拐骗的事 又特意返回 把棒球卡还给了亚当 亚当索性花高价雇佣他 帮自己卖掉所有棒球卡 才够物资 夏娃却认为 亚当是想先殷勤泡妞 立即表明他不是自己的菜 人而没人会跟钱过不缺 他还是接下了高薪工作 并按要求搞定好几成物品 心想愣头愣脑的亚当 八成要去给贫困地区献爱心 没料到 他又托自己帮忙找结婚对象 这在夏娃看来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他曾被前男友伤得不轻 早就不相信真爱的存在 但在和亚当相处过程中 发现他竟有华汉兵的爱好 甚至看到大癌 竟然会兴奋到尿裤子 仿佛跟现代人处在不同频道 夏娃就决定带亚当 去酒吧烈焰见见世面 结果被他的交际能力 和语言天赋震惊到自愧不如 可看到他跟其他女孩 紧情跳舞时 夏娃粗意大发 正巧遇上前男友 就假意跟他暧昧不清 不料亚当竟然为夏娃痛打了渣男 夏娃气鼓鼓励开酒吧 却担心亚当会经不住 其他女人的诱惑 男闺蜜看出夏娃 显然是动了真情 而亚当并没有年花惹草 她很快找到夏娃表明真心 并坦白了自己一家人的经历 夏娃却以为 亚当被人囚禁了35年 直接叫来精神科医生 为他疏导心理阴影 亚当吓得落荒而逃 抠脚的开车技术 直接撞了衣裳的车 她先将物资送回房空洞 店老板接着还带来一群教徒 帮她搬运货物 亚当心事重重 干完了活又在外边四处溜达 另一边 夏娃和男闺蜜找到亚当所住酒店 意外发现了年代久远的股票 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爱上了一个人傻钱多的好 最终这一对互相找寻彼此的友情人 在街头相遇 深情拥吻 亚当带夏娃见了父母 还挑了块风水宝地建起别墅 逐步将父母转移到地面 她坦然向老王表示 自己从一张报纸上意外得知 飞机坠毁事故 当年美苏对峙多年还没来得及 动用核弹 苏联就解体了 所以外界并没有老王想的歌夫社 老王一家阴差阳错 闹了35年的笑话 不过他们及时躲入防空洞 确实让他们没在坠机事故中遇难 也算因祸得福拉 这部电影以核战角度 构想出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地下桃源 那么你愿意在这样的地下桃源 生活35年吗 好了 喜欢一秒收电影的小伙伴们 欢迎关注评论哟 比心心